2022年12月28日,韩国三星集团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了337立案调查申请 主张部分中国公司在美国进出口和销售的OLED产品侵犯了三星的专利权 三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中国的OLED行业发展得实在太快了,韩国人已经坐不住了 2018年的时候,韩国OLED厂商还以96%的市场份额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 其中,三星电子更是占据了足足84%的份额 然而四年时间过去了,中国OLED企业的发展速度惊艳了日韩 2022年,中国OLED行业的市场份额已经激增到了43% 而且还在快速的发展当中 韩国专利厅的厅长预测,中国OLED将在5到10年时间超过韩国 所以韩国人急了,他们开始全面给中国OLED产业人为的设置障碍 不仅在美国提起专利诉讼,还联系媒体制造舆论 指责中国企业侵犯韩国专利 韩国人这么着急也是有原因的 虽然整个电子工业是一个万亿美元级别的巨大市场 但其中真正最赚钱的只有显示面板和芯片这两个行业而已 韩国的电子工业正是靠着显示面板和芯片才能赚得盆满钵满 2022年,全球显示面板的市场规模接近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OLED面板的营收已经占到总营收的35% 尤其是手机业务,几乎所有的中高端手机都已经是OLED屏幕了 OLED面板利润更是达到了43% 具体到手机行业,眼看着OLED即将取代LCD 成为第三代主流显示面板,要开始赚大钱了 中国厂商却突然杀出来不断抢夺市场 韩国人自然是急得很 于是韩国企业就想到了专利战 2022年刚开始 三星就向中国某个OLED大厂发出了专利侵权警告 说他们的OLED技术涉嫌侵权 专利侵权警告就像律师凯一样 它不是正规的程序 更多的是一种口头的警告和威胁 然而这次警告并没有成功 2022年,三星向他们的OLED客户再次发出了警告函 要求他们不要采用中国某些企业的OLED产品 不然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产品销售 2022年年底时 他们向美国发起了337调查 说有17家美国移动设备的维修 采用了来历不明的OLED屏幕 这些屏幕侵犯了三星的专利 因此他们要求美国发布相关的禁令 禁止他们进口和采用这些OLED面板 世界上能够生产OLED屏幕的只有中韩两个国家 因此三星表面上看来是针对美国的企业 但实际上是他们想要垄断美国的OLED维修品市场 切断中国厂商向美国出售OLED维修品的渠道 除此之外 韩国LG的子公司也曾向京东方发起过专利侵权警告 韩国企业的这一连串行为都说明了一件事情 中国OLED发展已经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存在了 因此他们要将中国OLED产业扼杀在道路上 就算不成功也能延缓中国OLED的发展速度 这种做法惊呆了各路吃瓜群众 因为韩国很早之前就抛弃了LCD屏幕 全面转占OLED 当时中国还接受了韩国的LCD生产线 很多国人就嘲笑中国屏幕厂商 说他们不会研发技术 只会高价购买别人淘汰的东西 在许多人眼里 中国LCD屏幕注定将被淘汰 后来随着OLED的市场份额逐渐扩大 因此他们更加断定 韩国的OLED将可以再次成为 卡住中国脖子的技术 然而如今的情况却和人们意料中的不一样 中国LCD并没有被快速淘汰 甚至开发出了miniLED、microLED等新一代技术 稳住了基本盘 而OLED还神奇地追赶上来 专利技术逐渐超过韩国 并且未来很有希望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这绝对是产业界想不到的事情 要知道在很早之前 韩国就在OLED技术、设备、资金规模上 给其他国家设置障碍 比如在2018年左右 韩国就限制OLED技术出口到中国 保持韩国对中国的技术代差 接着他们利用OLED的市场垄断地位 与日本的设备供应商签署了大量的长约 几乎垄断了OLED制造设备 除此之外 他们高价出售LCD给中国 也是为了占用我们企业的资金成本 让我们没有办法大规模投入OLED的技术研发 在这一连串的动作后 中国还能突破封锁 这就非常难人雄伪了 尤其是日本感到非常吃惊 他们的媒体都公开呼吁说 日本与韩国应该联合起来 一起对付中国 日本的反应这么大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历史上 中国曾经在CRT和LCD上都实现了逆袭 日本落败后 逐渐转到幕后 成为LCD和OLED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商 韩国OLED背后就是日本诸多企业之称的 在他们看来 OLED是日韩联手对中国LCD的一次降维打击 然而中国竟然在重重封锁之下 OLED也有了逆袭的迹象 这让他们感到一些惶恐 因为中国一旦突破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实现全方位的独立自主 而不是像韩国一样 依靠日本的原材料 因此他们才会格外关注OLED产业 那么在这么严厉的封锁情况下 中国OLED是如何突破的 并且成长到如今的地步呢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这件事 喜欢本期的话题 记得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 感谢感谢 事实上 中国OLED的快速发展 其实是吃过亏之后的未雨绸缪 日韩利用技术 设备 资金等方式 阻止中国屏幕崛起 遭有先例 甚至差点让我们的屏幕行业 全军覆没 这件事还要从大家熟悉的CRT说起 中国如何突破OLED的秘密 就藏在这里 CRT指的是音级射线管 它长这样 它是属于第一代屏幕技术 最主要应用的就是电视屏幕 中国在CRT技术上的发展比较晚 所以就吃了专利的亏 CRT在1897年就被发明出来了 1925年时 英国工程师贝尔德 就用它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中国就晚得多了 1958年时 中国第一台国产电视机 才在天津无线电厂诞生了 两者相差了30多年 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 国外将CRT技术开发到极致 积累了成熟的设备和生产线 以及大量的专利 中国想要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 只能向他们购买生产线 争取授权 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用市场换技术 松下 三星 日丽等日韩品牌 开始涌入到美国 相继成立了北京松下 深圳三星 赛格日丽 汤姆逊 长沙LG 南京华非等八家中外合资的 彩色电子管企业 中国第一批大规模的 显示屏幕生产线得以成立 这些合资产的成立 让中国CRT技术得以飞速发展 但其实 日韩也给中国留下了陷阱 比如在技术上 当时引进的生产线 大都是中低端的组装生产线 日韩高端CRT生产线 依然保持对我们的代差 而且在中低端生产线上 中国重要的零部件 也是被日韩垄断的 换句话说 这些生产线 并没有让我们 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封锁 中国付出的代价就比较大 首先就是 本土产链的破坏 由于合资产的成立 中国也就不再保护 原本本土的CRT企业 天津无线电厂等 一大批本土刚刚起步的生产商 不可避免地逐步停产和倒闭 本土产业链遭到重创 其次 合资企业也并不好受 这些引进的生产线价格不菲 占用了相关企业 大量的资金 资源 让他们无力 对下一代显示技术进行研究 于是在LCD时代来临时 中国企业在资金 技术以及产业链上 几乎没有任何的准备 遭遇到了至暗时刻 1987年后 中国的电视产量达到了 1934万台 超越美国和日本 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电视生产国家 很多电视企业和屏幕企业迫切 想要向上发展 于是他们瞄准了 日韩和欧美先进的CRT生产线 2003年年底 康宁 长虹 熊猫 鞍财等企业 花费了数亿资金 引进了CRT先进生产线 但是日韩早已暗中向LCD转型 日本在1973年时 就已经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 搭载LCD显示屏的手表 LCD屏幕对于笨重的CRT屏幕来说 就是降维达机 此后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和投入 日本夏普公司终于实现了 中大尺寸LCD面板的量产 LCD具备了取代CRT的所有条件 随后几年的时间里 LCD迅速席卷市场 手机 笔记本 电脑 电视都开始逐步过渡到LCD时代 日韩实现了对国内屏幕 真正一代的领先 中国当然不会放弃 于是就遇到了和OLED攻防战 一样的情况 2005年 在深圳市政府的推动下 TCL创为康家 长虹 四家电视机企业 与深圳市国资委旗下的声钞公司 共同成立了巨龙计划 五家企业共同集资1000万元 试图在LCD生产线上 与日韩进行正面对抗 摆脱被他们卡脖子的问题 于是日韩就开始着急了 他们用尽各种方式阻止 我们实现国产替代的计划 原本巨龙计划 想与国内的京东方进行合作 但在与京东方合作的消息流出后 日韩厂商很快就过来捣乱了 他们先是对中国 实行严格的LCD技术和设备封锁 然后又以专利进行威胁 等确认中国的确有决心 自己造LCD屏幕时 他们就开始亲自入产搅局 日本的夏普公司主动提出 可以在深圳建设一条 先进的7.5代LCD生产线 相比刚刚起步的京东方 在LCD行业 经营十几年的夏普 显然更有吸引力 于是巨龙计划各方 就准备与夏普进行合作 然而等京东方退出之后 夏普就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 当时正处在显示技术 更替的关键时期 时间就是金钱 参与计划的各方 显然是拖延不及 夏普这么一搅和 巨龙计划就被瓦解了 在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屏幕行业 就剩下了TCL和京东方 还在坚持 但是日韩并没有放过他们 而是和OLD一样 用专利延缓 中国屏幕行业的发展 几乎堵死了 后来者自主研发的道路 直到2005年 中国本土依然没有 一条LCD面板生产线 日韩厂商趁机大肆加价 最高峰时 一块液晶面板的价格 就占到了整台电视机 价格的80%以上 其中 京东方的故事 大家应该最清楚 京东方在专利壁垒上 碰的是头破血流 一旦京东方突破了 某尺寸的LCD技术 日韩就降价 与京东方的产品竞争 导致京东方一直在亏本经营 突破的技术越多 亏损越大 在巅峰时期 很多国人都在质疑 京东方是靠着西国家的血 才成长起来的 在资金、技术 以及专利的三管之下 日韩厂商的绞杀效果显著 中国的显示行业 迎来了至暗时刻 好在中国LCD产业 坚持了过来 依靠几十年的积累 专利数量逐步超过韩国 各项技术和设备 也实现了突破 最终实现全球登顶 而CRTLCD的故事 又重新上演了 在我们LCD屏幕 即将追上韩国时 韩国却宣布 将全力攻光OLD技术 在这产业革命的关键时刻 中国企业 企图用资金 拖出中国转型的速度 接着又多次 对OLAD技术和设备进行封锁 来增大中国突破的难度 然后再设置大量的专利壁垒 阻挠突破 中国企业也照单全收 接受了大量的LCD生产线 但是很多人对此不理解 担心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LCD 再次重蹈覆辙 因此在网上攻击LCD企业 但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中国屏幕企业 早已经不是当初没有资金 没有技术积累的穷小子了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准备 对于LCD和OLAD都有常用的布局 以京东方为例 他们早在十多年前 就布局了OLAD技术 至今累计申请的 OLAD相关专利超过了2.5万件 涵盖了柔性折屏 全面屏 屏下摄像头 像素排列等等核心技术方向 还有TCL在布局OLAD的同时 也在布局miniLED 以及备受关注的MicroLED 其中单单量子点发光技术 和材料的专利申请数量 就超过了2000件 位居全球第二 而miniLED技术上 更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 除此之外 还有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也是如此 中国OLAD的市场 虽然落后于韩国 但是势头很猛 2019年 韩国专利厅收集了 OLAD的专利数据 然后发现 中国的OLAD不仅规模正在扩大 就连专利数量已经超过了韩国 这种情况和LCD几乎是一模一样 因此他预测 中国OLAD产业很快就会超过韩国 事实上也是如此 韩国给我们设置的老三样 正在被我们逐一突围 在技术封锁上 韩国政府已经全面禁止了 大型OLAD的技术和制造设备 向中国出口 试图将中国的OLAD产业 限制在中小尺寸等级 在专利壁垒上 这次三星发起的三相机调查中 他们提供的依据是 钻石像素排列专利 这种像素排列可以提高 面板的像素和色彩 这项技术属于OLAD面板 比较核心的专利 但是京东方却实现了突破 他们开发出了GGRB 蓝钻等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像素排列技术 三星没办法利用这项技术 卡住京东方 因此才采用迂回战术 起诉美国的维修厂商 除此之外 还有OLAD的材料专利 OLAD发光材料 直接决定了面板的发光特性 包括发光效率 寿命等等 是OLAD善由制造的核心关键材料 也是产业链中 技术壁垒最高的领域之一 想让发光材料发出蓝色 绿色 红色等不同的光 就需要往材料中 参入不同成分的金属落合物 这些金属落合物 就是材料技术的关键 参入什么材料 材料内部的成分配比 参入的量是多少 都会影响到OLAD的发光效果 和使用寿命 而这些内容都被美国注册了专利 形成了牢固的专利壁垒 他们凭借这些专利 每个掺杂材料 能卖出5000到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这些技术 中国也正在逐步突破 比如吉利奥莱德公司 与吉林大学进行合作 经过17年自主研究 完成了多项材料的突破 他们的产品覆盖了发光功能材料 电子功能材料等四大类 细分屏类达百余种 体系非常完善 根据资料 中国OLAD材料专利申请数量 超过2200件 超越美日韩三国 位居世界第一 再加上最近几年 西方国家掌握的部分核心专利 相继到期 比如说 在林冠参加材料领域 三项被美国UDC公司 垄断的核心专利技术 分别在2017年 2019年和2020年到期 此消彼长之下 我们将在OLAD材料领域 有望逐渐对西方国家取得优势 还有在OLAD的制造设备上 国内企业已经实现了 对日韩垄断设备的突破 OLAD设备的核心是 真空真镀机 它是制造有机发光材料的主要设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种设备只有日本嘉能集团旗下的 嘉能TOKI能够生产 韩国也不行 由于技术难度高 所以真空真镀机的产量十分有限 韩国三星凭借OLAD地位 率先与嘉能TOKI签订了长期供应协议 几乎独享了这项资源 其他厂家很难买到足够先进的真空真镀机 2019年到2021年 合肥新易华 中山凯旋 合肥莱德登企业相继实现突破 研制出了国产真空真镀机 虽然早期产品的精密度 相比嘉能TOKI要低一些 但是打破垄断之后 嘉能TOKI已经无法用垄断 来限制我们的OLAD企业了 而且在未来的大规模应用中 我们还可以不断改进 实现超越也并非没有可能 综上你可以看到 中国OLAD正在全面进行突破 到目前为止 高端OLAD技术依然掌握在韩国手里 但是对中国OLAD屏幕的降维代差 已经不在了 甚至我们已经具备了 高端技术突破的产业规模 按照中国制造的发展规律来看 中国的确有希望在OLAD上实现逆袭 如果加莱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做一期 OLAD的逆袭史 好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